2024年7月29日至8月4日,美洲资讯简报,加拿大新闻 1.7月30日下午,警方在Kawatha Lakes市Kirkfield镇的Palestine Road和Fennel Road地区发现Nin-Gram的尸体 此前,警方在该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搜寻 2.自2021年COVID19大流行以来,多伦多公寓租金首次年度下降,租金每平尺不到四家元 不过,这种租金下跌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3.CNN招聘活动吸引数千人,求职者在AnnaCare Center申请门位,信息导览员 3.游乐园工作人员、食品处理员、收益员和零售店员等季节性职位,显示出当前经济压力 4.报告显示,去年普通家庭用于纳税的支出占收入的43%,超过了住房 5.食品和衣服等基本需求的总和35.6%,税收仍是加拿大家庭的最大支出 5.是政府通知公众将提高违规停车、停车和在指定区域停车的罚款 这是市政府4月会议批准后的提醒,新规将于近期生效 6.OAS福利将增长0.7% 2022年7月起,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OAS养老金永久增加10% 这些每月应税支付将发放给65岁及以上的加拿大人 7.多伦多公共交通系统最大工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 避免了可能导致混乱的罢工 该协议的成本为3年1.76亿加元 8.安省省长福特拨款超1亿元 用于购买5架新直升机,供大多伦多地区和沃泰华警务部门使用 旨在帮助打击汽车盗窃、抢劫和街头赛车 9.安省一名女子曝光印度移民在加拿大海滩公然随地大小便 引起极大反响,事件甚至引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和指控 10.加拿大族协宣布,加拿大女族在奥运A组中自动扣除6分 罚款20万瑞士法郎 主帅普里斯特曼及两名助教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一年 中国新闻 1.3日,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等地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天气 气温预计达到40摄氏度以上 相关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提醒市民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2.深圳计划到明年开放无人机是非空域占比突破75% 低空商业航线突破1000条 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打造低空经济第一成,促进相关产业升级 3.台风隔美引发湖南滋兴特大暴雨 造成30人遇难,35人失踪 湖南已启动国家二级就在应急响应 政府部门全力组织搜救 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3.尽快恢复受灾地区的正常生活 4.人设部正式增设网络主播为国家新职业 截至2023年12月 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 网络主播将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 这一举措旨在规范行业发展 保障从业人员权益 5.广东阳春因土地纠纷发生惨剧 邻居开车故意冲撞 致爷孙二人死亡 嫌疑人已被抓 长沙撞人案调查显示与拆迁安置纠纷有关 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并解决问题 6.江苏南通一酒店厨师 为防顾客时候复泻 偷偷在菜里添加清大煤素 官方通报已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提醒市民注意饮食安全 相关部门将加强食品监管 7.大理苍山义登山客 失联9天8夜后获救 发现时已虚弱不堪 救援队伍表示 这次救援创下记录 提醒登山爱好者注意安全 做好充分准备以防意外 8.学生在毕业演讲中 将学校成为牛马一中被校长怒斥 并没收优秀证书 教育局回应 则令校长检讨 强调尊重教育和学校的必要性 呼吁师生间互相理解 9.江苏计划从严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 一般不得新建100米以上住宅 区域 育局旨在优化城市规划 改善居住环境 减少超高层建筑 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难题 10.广州 成都 武汉等地共享单车涨价至1.5元 其10分钟 引发市民抱怨 江苏男子加油后由香县半香水加油站否认 官方已将油品送检 强调将严查油品质量问题 国际新闻 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城发生火灾 已导致至少11人遇难 据悉火灾或由石油液化气罐爆炸引发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二、韩国海军误射一枚制导火箭弹 为造成人员伤亡 同时韩国各大医院的实习住院医师报名人数 仅为个位数 引发医疗行业担忧 三、日本正式将长须精列入商业补经范畴 今年计划补捞59头 同时日本丰田公司有7款车型被发现认证违规 国土交通省首次下达整改命令 四、印度喀拉拉邦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 已造成125人死亡 上百人失踪 印度总理莫迪对此表示哀悼 并承诺将全力进行救援和灾后恢复 五、特朗普表示若上任将把比特币作为国家战略储备 导致多支加密货币股盘前飙升 比特币价格重返7万美元大关 此举引发市场强烈反应 六、以色列要求北约开除土耳其 理由是对土耳其总统言论的不满 同时以色列异军事基地爆发严重骚乱 以军总参谋长称局势近乎无政府状态 七、受造新计划拖累 英特尔宣布计划裁员15% 至少15000人将被裁 公司称此举未转型提供资金 但消息一出股价大跌20% 八、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黎巴嫩、伊拉克 也门等国代表将开会商讨报复以色列 同时以色列确认在加沙诈死 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 九、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到计时100天 特朗普支持率下滑至36% 而哈里斯的支持率上升至43% 两党竞选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十、一名17岁的英国少年 持刀杀死三名女童 随后爆发骚乱 导致39名警察受伤 英国首相表示将严惩暴乱者 呼吁社会恢复秩序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巴黎奥运会 新闻社便纷纷发布运动员上岸后狂吐的照片 29岁的加拿大运动员泰勒米斯·劳丘克拼尽全力 最终获得第九名 但他的高光时刻却是上岸后连续呕吐的画面 这位铁人三项运动员在比赛后忍不住呕吐 连续十次喷射式呕吐的场景令人震惊 虽然泰勒没有名言 是因为塞纳河水质导致呕吐 但当时巴黎的高温运动量的巨大 加上紧张的比赛气氛 使呕吐现象变得更加普遍 塞纳河水质引发关注 提到塞纳河 人们常联想到浪漫和文艺 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近百年来 法国政府一直禁止在塞纳河游泳 因为河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 存在健康风险 为了迎接奥运会 法国政府投入14亿欧元治理河流 但截至今年6月 水质仍未达标 大肠杆菌含量比安全值高出10倍 比赛开始前 主办方曾考虑改变比赛内容 因为水质问题令人堪忧 比赛中 西班牙选手米里亚姆卡西利亚斯 和比利时选手约利恩维梅伦 纷纷表达对水质的担忧 一场赶军的耐受力 加拿大游泳天才麦金塔许 再夺金 在这届奥运会上 加拿大17岁的游泳天才 Summer 麦康特斯再度发光发热 在女子200米跌泳中 她再夺一枚金牌 加上之前的女子400米 个人混合泳金牌 她在本届奥运会上 已经连夺两金 麦金塔许出生于体育世家 母亲Jill Horst 曾参加过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 在母亲的指导下 麦金塔许从小就展现出 非凡的游泳天赋 八岁时 她进入多伦多当地的游泳俱乐部 开始系统的训练 十岁时 她观看了里约奥运会的选拔赛 从那时起 她立志成为一名奥运选手 麦金塔许的努力和天赋 在此次奥运会上 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她不仅在此次奥运会前 已经握有四枚式锦赛金牌 还打破了两项世界纪录 上一次东京奥运会上 年仅14岁的麦金塔许 在400米自由泳项目中 获得第四名 打破了加拿大全国纪录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其他赛场同样精彩 除了麦金塔许外 中国选手潘展乐 也在男子100米自由泳中 打破世界纪录 夺得金牌 比赛结束后 她的一段采访引发热议 称在训练时 受到其他选手的冷落和轻视 潘展乐的实力和性格 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女子四成以100米接力赛中 加拿大队也表现出色 成功晋级决赛 男队则在激烈的竞争中 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 晋级周六的决赛 总结 本届巴黎奥运会 不仅展示了运动员们的竞技风采 还暴露了赛事组织中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赛纳河的水质问题 还是赛场上的激烈竞争 都让这届奥运会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 希望所有运动员 都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并以最佳状态展现自己的实力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周 下周见